其实鱼门剧场 我觉得它就是 跟大头的人会很有关系 你会发现剧场的工作人员 在这里的工作人员 行政人员也好 他们就是有某一种气质 你就是觉得 哎呀 怎么这么书卷气的 文人气息的 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 就有这个感觉了 对对对对 就是就是他跟大头的人很有关系 再加上说 它又是台湾现代舞 非常重要的一个摇篮 因为在这里面 曾经有这么多老师 写下的这一些辉煌的记录 然后这么多年来 也有这么多年轻的舞者 在国际发光发热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跟摇篮 我们书店被两棵百年的树包围了 一棵是榕树 那榕树大概150岁 然后另外一棵是茄冬树 那茄冬树的年纪 也差不多两百五十岁了 我们在云门剧场的最里面 因为整个园区是 军营就是旧的中央广播电台 那设计师把它设计成有点 现在台湾风的风格 例如说一进来可以看到了这个大的藤边灯 那这个是请师傅现场手工编织的 可以看到我们的陈列柜后面有一些藤望 那这些东西是早期台湾蒸笼的元素 在书房有一些林老师珍贵的收藏品 然后像这幅大台北你要看的图的话 是台北故事馆当初送给林怀明老师的 那这是早期日志时代的台湾 像那个上面有小小贴纸的地方啊 就是我们现在云门剧场的位置 那刚好云门找到时报出版这边的时候 因为《瑜伽终极静会》呢 这个就是很支持艺文创作的 所以在这边就是跟云门盒开办了这个空间 然后林老师当初的想法就是 大家看玩具啊就是想要舒缓一下 想要喝喝下午茶就可以来这边 坐着安安静静的看书和喝杯咖啡 那大家进来这边看到的选书也都会很喜欢 因为其实这边的书我们都有挑选过 那就是比较适合这个空间的选书 我是选择了比较多跟台湾有相关的书籍 还是会以文学的为主 那小朋友来的话 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小朋友的绘本选书 所以就是假如是大人带小孩来 大家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书籍的那边阅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